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眼界观察世界 对国际形势 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 作出新的科学判断 从而形成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结合实际的情况 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1999年 邓小平理论就写入了国家宪法